楊慧如的部分 是不是讓你感到很生氣 還沒談 還沒講到 通常一個人不想談 就是他不想談 人總是要討生活啊 上黨也要討生活啊 螢幕上柯P從來不掩飾 對楊慧如的厭惡 但卻爆出 其實他私底下對卡神多有護航 會不會是因為 你在選舉的時候 這個楊慧如幫你 你們裡面有一些什麼 見不得光的事情 你才要去指示說 用違法的手段 去補助楊慧如這麼多錢 前往協服秘書長趙安華 義憤填膺 拿著證據向本刊投訴 卡神的義士公司 明明不符合政府經費補助資格 但卻獲得台北市體育局 超過千萬元的補助 來舉辦WTA網球台灣賽事 能舉辦國際賽事 當然很好 但我們台北市政府的貼心程度 那也是讓人大開眼界 義士公司都還沒來申請辦活動 錢竟然就已經準備好了 台北市政府3月10號才回的文說 我同意共同主辦 2月1號的時候 你看沒有 2017 WTA台灣公開賽的預算 已經編進去了 這太離譜了吧 這是我們納稅人的錢 這是國家的錢 更不用說會計師都還沒有出具證明辦理驗收 市政府就直接撥款了 你拿台北市的錢去給他了嘛對不對 那台北市民得到什麼了 台北市的選手得到什麼了 台北市所有的網球選手 因為這個比賽得到什麼了 請你客人回答我啊 真正去需要去用到錢的這些基層的選手 跟我們要打亞奧運的選手 他分到多少咧 拿多少錢去訓練他們跟補助他們的呢 我們從來都不缺努力的優秀選手 但似乎補助永遠花不到這些真正的台灣之光身上 都是拿去亂補助給這些協會 拿去污掉了 有用嗎 再補助500億有用嗎 我們幫忙的